詹姆斯 备受尊敬的小镇爱心人士 莱昂纳尔 自私贪婪的大财阀 故事发生在一个小镇上 好奇宝宝上帝同时听到了很多人在为詹姆斯祈祷 于是乎 他决定派出一名天使去帮助詹姆斯 小镇中有一个邪恶贪婪的大土豪 莱昂纳尔 费尽心力的 想要击垮詹姆斯父亲的储蓄借贷公司 让全镇人民都生活在他的淫威之下 尽管手段层出不穷 染病卵 詹姆斯家的公司依然坚挺着 幼年时的詹姆斯与朋友们玩耍时 为救落水的弟弟 一只耳朵失聪了 世界那么大 长大后的詹姆斯想出去看看 可惜就在一切准备妥当 刚要启程离家时 父亲却突然去世了 土豪莱昂纳尔想趁机收购公司 董事会上 办理完交接手势的詹姆斯 一口回绝了莱昂纳尔的收购计划 当着所有董事的面阐明了自己的理由 最终 董事会拒绝了莱昂纳尔的要求 却要求颇有商业胆识的詹姆斯 来担任公司的负责人 几经挣扎之后 詹姆斯接管了公司 并把自己周游世界的钱给了弟弟去读大学 接管储蓄借贷公司的詹姆斯秉承着父亲的意志 为小镇的穷人服务 梦想着弟弟大学毕业之后 便回来接管公司 然而 毕业回家的弟弟却带回了新婚妻子 给一份新工作的消息 得知这一切的詹姆斯 整个人都不好了 詹姆斯有一个心仪的女友 经历了一番波折之后 两人走到了一起 准备度蜜月的二人却遭到了经济大萧条 公司面临破产 蜜月旅行只得泡汤 就连蜜月旅行的经费都要用来解决公司的危机 贤惠的妻子没有丝毫抱怨 反而在小镇人们的帮助之下 布置出了一个温馨的婚房 二战时期 弟弟成为了美国空军的英雄飞行员 获得国会的荣誉徽章 詹姆斯的一家人兴奋地期待弟弟的归来 圣诞节的前一天 詹姆斯的叔叔在去银行存款时 遇到了土豪莱安娜尔 叔叔只顾着炫耀 却不小心弄丢了条款 公司再次遭遇了麻烦 快哥估摸着 此时詹姆斯想死的心都有了 无法接受事实的詹姆斯 准备跳河自杀 此时天使降临 为了救詹姆斯 天使主动跳河 最终却被詹姆斯给救了上来 这样的救人方式 快哥表示也是罪了 经天使的开导之后 詹姆斯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和大家一起度过了幸福欢乐的平安夜 关注微信快看电影305 输入电影名称 就能看到完整版了 请不吝点赞